几百块钱的专业游戏手机 今天他来了 小开刚去市场上淘汰了一台黑鲨 hello也是又俗称黑鲨二代的这么一台专业的游戏手机 花了我65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 一个重员装的机器 手机的话 城市大家也刚才也看到了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城市 我们来进入界面看一下 非常炫酷的这么一个界面 真的不愧是一台游戏手机 这个界面都非常设计的 非常炫酷 然后一个高通骁龙845的处理器 搭载了一个6加128G内存 一个6.1英寸的屏幕 4000号的大电池 支持QC3.0的这么一个快充 手机的话 双夜冷散热 双扬声器 它的扬声器 跟我们正常的手机不同的是 它都在屏幕的正面 三下都有 这样玩游戏的话 不会阻挡它发声 然后再来机器的设计 外观也是挺有辨识度的 黑鲨的logo 大家看到没有 它会变颜色 整个这里的话 也是有一圈绿色的这么一个点缀 真的是花能点睛的这么一个感觉 颜值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高的 后置指纹解锁 它这里也是有灯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样会亮的 你放音乐的时候 它也会去改变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跑码灯的感觉有没有 本来这里也是有一个灯的 但是这个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它是不亮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给老板砍了5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 首先的话 它刚开始这个手机要加是699 因为这个灯不亮 我直接给它650就拿下了 用娱乐库去测试了一下的话 是跑了一个41万分的这么一个成绩 既然是游戏手机 我们就来体验它的游戏吧 这个按键也就叫做一键单身狗模式 开启以后 你就只能专心的去玩游戏了 你的女朋友发来的任何短信 以及电话 你都是不知道的 当然这个模式 大家一定要慎重开启啊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它这么一个游戏界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的画质的话 是把它设置成一个HDR超高清 然后画帧数的话 也是可以设置一个超高的 看句子也是打开的 我们来体验一下 还是挺流畅的 这个体验度 这个手机的游戏性能 还是比较不错的 性能还可以啊 对不对 毕竟是一台多年型的老实践的 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已经进入游戏了 这个游戏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差啊 大家别喷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游戏这么一个体验 我个人感觉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双扬声器的话 也是挺给力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声音听起来 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设计在上面 还是真的非常正确的 这么一个选择啊 然后整个游戏的话 体验下来的话 也是非常流畅的 没什么卡顿的情况出现 还是比较不错的 几百块钱的这么一个 专业游戏手机 当然这台机器的话 你把它当作一台 正常机器去使用 也是比较可以的 它的美颜功效 也是特别给力的 专业的游戏手机吗 几百块钱的游戏手机 大家觉得相不相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游戏的话 真的是非常顺畅 画面显示的话 也是特别不错的 一台多年前的 专业的游戏手机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觉得不错的 大家觉得这台机器行不行